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猜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小伙儿被蚂蚁咬了一口 获得超能力 走上人生巅峰 成为超级英雄的故事 狗蛋是一个性格内向 正义感十足的小男孩 因发育缓慢 在同学们面前显得格外渺小 一天吃着苹果晒着太阳的狗蛋看到同学被两个坏蛋欺负 狗蛋把手里的苹果扔过去 刚好砸到了坏蛋哥的脑袋 狗蛋撒腿跑到一个草丛躲起来 不料却被蚂蚁盯上 被蚂蚁咬了昏过去 醒来的狗蛋跌跌撞撞回家 躺在床上睡了过去 在梦里梦到许多蚂蚁 还梦游吃掉家里的零食 第二天醒来 狗蛋发现地上摆满各种零食包装袋 在吃早餐时 惊奇地发现他的手拥有胶水的超能力 可以粘住盒子 手轻碰一下杯子 杯子就会瞬间爆裂 连开门也很容易把门手碰掉 体育课上 体育老师看狗蛋瘦小 便让他给同学们演示 不料狗蛋轻轻一棍就把老师摔出去 狗蛋变得力大无穷 他的超能力引起同学眼镜哥的注意 眼镜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在与狗蛋交谈中 眼镜哥得知狗蛋被蚂蚁咬了 他觉得狗蛋变成了蚂蚁超人 于是找来书测试 不料狗蛋轻松把书咬烂了 同时 狗蛋的嗅觉听觉也变得十分异常 就连撒泡尿也能轻松把马桶咬屁了 拥有腐蚀性超强的尿液 就这样 眼镜哥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件蚂蚁战俘 成为蚂蚁男孩 狗蛋从此走上行侠仗义 维护正义的道路 让城市的犯罪分子闻风丧胆 成功登上新闻头条 成为超级英雄 走上了人生巅峰 但狗蛋的这种超能力也时不时会失效 经眼镜哥的研究 想维持蚂蚁的超能力就不断地吃糖果 于是眼镜哥备有很多巧克力 一天独自一人在家的翠花被神秘人绑架了 并向其家人索要巨额赎金 翠花的闺蜜小美找狗蛋帮忙救出翠花 眼镜哥和狗蛋一番商量后 便开始营救翠花 狗蛋通过敏锐的嗅觉 找到翠花的所在地 这里恰巧是狗蛋被咬的地方 狗蛋一抛尿后打开了门 他悄悄地走进一个实验室 这里面摆满各种器材 狗蛋刚打算营救翠花 却被神秘人抓起来 神秘人告诉狗蛋 他研究关于抗癌的药物 却被翠花的父亲制止了 他的父母也身患癌症去世 就这样他抓住了翠花 让翠花父亲体验一下 失去亲人的痛苦 他努力研究出跳蚤基因 并成功注射 拥有跳蚤的超能力 但需要吸血来维持 正当神秘人想咯屁翠花时 警察突然赶到救下翠花 神秘人跑了 他来到学校把眼镜哥抓走了 为救眼镜哥 狗蛋找到神秘人 并与他决斗 眼镜哥趁机拔掉 神秘人的血浆瓶 在狗蛋吃下巧克力后 把神秘人嗝屁了 最后狗蛋和翠花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今天我们讲到蚂蚁男孩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